唐總 好巧啊 闻什么呢 闻什么呢 闻闻你身上有没有女人的香水吧 那闻出了什么 没有啊 我估计你刚失恋应该也没那个心情 我一猜呀 就是个假行玩 可爱 竹琪 你知不知道每次你一地倒失恋 就仿佛是在提醒问你这个梦 有多么地不诚挚 反正你追也追不到 我这是在帮你迷途织法 请 唐总 不错 不错 反应迅速 很守难得 值得表扬 什么难得 就是 男老板的高尚品德 我自己一口车 你欠回 好 文道 我忘记我的车 昨天开4S店保养去了 这种事情还能忘吗 不能吗 唐总 好 要不还是我送您吧 这样也可以顺道送一下唐小姐 不用麻烦高助理了 你这好不容易正常下班一次 要不 我来送唐总吧 又是给他 我只是想享受一下号称 女朋友专属位置的副驾驶 不是真像当司机一样 他不是hhhh 我来送你 咱们出来送到区牌子 你这帐 就远队上了 我来送你 吴咱们来送你 够了 够了 可以了 你怎么这么慌张啊 我没慌啊 我懒慌了 你确定会开这车的 我当然确定会开这车 管他 高助理发现我的车了 千万不能让唐玉看见 不然警示不清楚了 小心 别跑 要不换我来开 不用 怎么能让唐总来开车呢 你坐着躺着都行 我保证车机不比你差 好 唐总 你这一生 怎么像甩流氓似的啊 我们出发了 唐总 我们出发了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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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在伤心啊 什么呀 我说 你是不是在伤心 唐总 你为什么觉得我和明珠不合适 还要答应我帮我这一台啊 我没有觉得你们不合适啊 没觉得 那为什么杨凤英伟 提供给我所有关于明珠的信息 都是抢的 这不是因为明珠她不喜欢你吗 明珠跟陆军官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你就是出现得晚了那么一点点 唐总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 开发一些女性向一点的项目 毕竟公司男性向的项目已经很稳定了 时光的首席要不买错啊 错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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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